大家好,我是Dem 在7.2规模的强震袭击台湾时 台湾月子中心护理师们的举动感动了寒往 根据韩国媒体报道 当强震发生瞬间 台湾一家月子中心的护理师们 第一时间冲进了婴儿室 影片中可以看到 由于强烈的震动 婴儿窗都剧烈摇晃 护理师们迅速行动 将约10张婴儿床移至房间中央 随着建筑物摇晃家具 床开始四处滑动 护理师们弯曲上半身 伸出双臂紧紧抓住床 他们的目的是尽量减少摇晃 确保婴儿们的安全 即使床因强烈争斗而剧烈摇晃 护理师们也坚定不移地支撑着 确保婴儿不受任何冲击 之后护理师们对媒体表示 在地震发生时 确保婴儿远离可能掉落的物体或玻璃碎片 固定婴儿床 检查紧急逃生路线是否畅通 并确认门能正常使用 都是必要的程序 多亏了护理师们的应用行为 所有婴儿都安全无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太催泪了 对拼命保护孩子们的护理师们深表惊愿 我已经是60多岁的大叔了 但看到他们那个样子 也不仅想要流泪 看来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当护理师 果然不管是台湾还是韩国 护理师们都很棒 为什么看到这种样子就想要流泪呢 韩国的医生们看到了吗 这才是真正的医疗人员 台湾的护理师们冒着危险保护婴儿 而你们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而忽视病人 地震真的太可怕了 希望台湾不要再发生更大的损害 感谢台湾的护理师们 在地震中保护婴儿免受危险 以及韩国的护理师们在医疗危机期间守护国民 对你们的辛劳和风险 我深表感激 我爱你们 果然这个世界还是很温暖的 虽然有的人说这是他们必须要做的事情 但是在自己生命危险的时候 有多少人能不顾自己的危险 做出这样的举动呢 我真心觉得很感动 非常感谢在危机中挺身来说 保护婴儿们的护理师们 你们的行为值得尊敬 最后也希望看影片的大家 以及在台湾的所有人 都能注意安全 平安无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